我抓淘贼者赏千金 我抓淘贼者赏千金 上啊 抓着红袍的曹操啦 淘贼修走 戴口罩的是曹操 抓戴口罩的曹操 抓戴帽子的曹操 前面黄帽子的那个曹操 快去抓他 抓潮湖虚的曹操 曹操修走 曹操拿命来 拿命来 拿命来 不明秀移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陪你 追剧学历史的西奥少子 全三国最惨的人是谁 如果说西梁马腾是第二 应该没人敢称第一吧 一直在背锅 从未被超越 马腾马超父子 以及韩淳所组成的军事集团 应该是自董卓下线以后 整个梁州系军阀当中最强大的 对于三组鼎立格局的形成 他们的存在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呢 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 老马这一家子 第一 马腾做天选杯国侠 冤不冤 第二 马超是不是三国人品挖地 第三 西梁为什么是谋反圣地 看完这一讲 搞不懂西梁马是父子 算我的 在讲马腾之前 我们先来捋一捋 在剧里他都在什么情况下 被谁扣上了大黑锅 西梁太守马腾 马含必将袭袭后 就说西梁马腾含随二将谋反 就说西梁马腾 哦 知道了知道了 天选杯国侠一点也不冤 他真的 太没底线了 从出身来说 马腾其实是东汉的开国功臣 福伯将军马元的后人 在刘秀执政初期呢 马腾的这位祖先帮助刘秀 平定隆西 抚平枪乱 南征交址 北极乌环 战功赫赫 所以呢 后来距离马超才会这么和张飞兑现 他说是世代公猴 但实际上啊 这份显赫 并没有被承袭到马腾这里 根据三国志马超传引点掠 马腾的父亲马平 最高只做到天水郡 栏杆县位 后来关丢了 就流落到了梁州的隆西郡 而且由于家贫无妻 才通婚娶了枪女 并生下了马腾 史书里呢 没有特别明白的记载马腾的出生年月 只知道他面鼻雄艺性贤厚 而且少贫无产业 需要靠着在山上砍柴伐木 并飞到城里去卖卫生 他的草耕程度啊 和隔壁卖草鞋的小刘也差不多 但是马腾并不甘于这种砍柴的生活 毕竟能够在十几年中 成为西北第一的军阀 是需要付出很多代价的 他的第一次优雅起跳 是从砍柴弓成为汉朝士兵 这个呢就和隔壁的小刘也是有点相似的 根据资质通鉴记载 在公元184年黄金起义爆发 天下大乱 消息传至梁州 在短短的几年里呢 梁州发生了多次反叛事件 包括著名的编章寒随之乱 在公元187年军阀王国联合第一枪等民族 以及当时已经通过反叛 手握十余万人的汉随 再次造反 马腾瞅准时机 应征入伍评判 并且因为战功一路从军从事 被提拔为军司马 偏将军 征锡将军 东将军 那代价是什么呢 没底线呗 刚开始横照的时候 距离马腾光荣参军 可能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由于当时的梁州刺史耿比任用监力 被手下杀害 马腾就率部趁机谋反 加入了韩随王国等人的叛军 接下来啊 就是一出梁州人的大戏了 两年以后呢 由于王国被皇甫松击败 为了自己的利益 马腾又和韩随一起罢出了王国 后来又和韩随内讧 公元191年 已经入长安的董卓 要韩随马腾共谋山东 剿灭关东联军 眼看着天下方乱 马腾选择报警 董卓的大腿 又和韩随一起答应了投降 只是他俩还没到长安 董卓就被吕布吐死了 马腾和韩随又跟了同为梁州人的董卓旧部 李爵和郭四 并分别领了征锡将军和镇锡将军之位 马腾的屯兵梅乌 从齐军首领又变回了朝廷命官 公元194年 由于李爵没有答应马腾的私事请求 老马第七次横跳 联合都为朝臣合兵公爵 但因战败退获州 不久后马腾被李爵 以朝廷名义赦免奖和 成为安敌将军 但由于这时候 李爵和郭四又开始相互攻击 马腾又再次联合韩随 两人还结为异性兄弟 刚开始他们还非常亲近 但没多久又因为不取间的矛盾 再次成为仇敌 马腾击败韩随 韩随又杀了马腾的妻子 一直到已经天子在手的 曹操派人赴长安劝和拉拢 公元199年 马腾又和韩随一起前子送旨 各送了一个儿子到许都 当人质才勉强算是安稳的下来 但187到199 一共才12年 马腾居然连续横跳 被判了11次 钱科实在太多 底线实在太低 以至于关渡之战以后 就算马腾且马超率军万人 帮忙讨伐袁上部讲郭元高干 以实际行动占了一次曹操 曹老板也始终不能放心 一直在防着被马腾被刺 而且不光是人品上的事 这个时候的马腾已经实力非常强劲了 两周系军阀本来就战斗力强悍 又身经百战 那马腾韩随又是这一支当中最强的 他俩亲如兄弟的时候 军事集团独霸西北地区 先后两次威胁到东汉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域 发展迅猛 再加上他俩割据地的地理位置 始终对曹操的后方有非常直接的威胁 所以曹操在北方袁绍南下 东和吕布缠斗的时候 对西边的马腾韩随势力就非常担心 而他最开始掺和进马腾和韩随之间时 也是因为他俩太强了 根据《循玉传》记载 循玉当时对曹操说 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依 为韩随马超最强 万事之幻也 理解了这些我们再回头来看 诸葛亮和庞孔出的点子 造谣西梁马腾谋反 就一点也不冤枉了 毕竟人家连皇帝兄弟盟友都背叛了 还差你一个曹阿满吗 这里唯一冤枉了马腾的一点是 让他背了一代赵诸曹的锅 董成等随死 刘备马腾已在此处 不可不除 一代赵的那一年 马腾刚被曹操拉拢 如此明显的战队 而且还是凡已经大权在握的曹操 显然是有损自己的利益 这事儿人家马腾大概率是做不出来的 而且马腾的死也不是因为一代赵 被曹操记恨的 很多人都说马腾是被他儿子坑死的 甚至我看不少关于三国的讨论 都说马超是人品瓦地 比吕布还差 这与距离的形象又是两个极端了 马超到底是不是人品瓦地 他又为什么要背自曹操呢 马超出生于176年 比孙策周瑜小一岁 那个时候马腾还在梁州的山上砍柴 马超也是汉腔混血 而且应该是马腾的树长子 那后来随着马腾参军 那马超也跟随父亲一起在军中颠沛流离 经历过马腾的四处横跳 也经历过他和韩隋的互相伤害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马超的军事谋略还是很强的 比如根据马超传引典略 曹操刚做成像的时候 曾经辟腾长子超不救 就是为了拉拢马腾 想让马超入朝等于去做个人质 但马腾没让马超去 公元202年 马超作为私立校尾都军从事 协助中游击败袁尚和南匈奴 曹操又以现地为名 安排梁州人马超去人生地不熟的徐州当刺史 马超又没去 曹操这才让他做了六百弹的建议大福 在这之后 马氏父子就在关中继续割据壮大实力 也曾经数次帮助曹操评判 但是到了公元208年 已经基本统一了北方 并且准备开始南征荆州的曹老板 又开始算计他们 他实在是太怕被马腾被刺了 典略记载 那一年曹操再次以天子名义发出诏令 并派出手下张继劝说马腾脱离不去 入朝为官 犹豫再三 马腾决定入朝担任魏魏 家属也跟着迁往叶城 马超的弟弟马修马铁分别被拜为奉车都尉 其都尉但为超独留 只有马超留在了关中平原 统领马腾的旧部 并被拜为偏将军封都庭侯 只是赤壁之战中 曹操惨败南下受阻 只好又先转向平定关中 从前曹操对关中的态度是积米随进 那赤壁以后呢 曹操下定绝经 要将关中完全纳入控制的势力范围之中 孤世灭之 也就是说无论马超当时是否主动起兵返曹 曹操其实都已经准备对马腾父子动手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谓马超起兵返曹 导致马腾被杀的说法也不完全正确 但是这回马超也确实没管他老爸 最惊世骇俗千古流芳的一句话 记载在《张继传》当中 为了拉拢韩随 马超就对韩随说 今超弃父以将军为父 将军一当弃子一超为子 那会马超的爹韩随的仔都在曹操的手里 据理说马腾韩随是书职 但实际上马超就这样放弃生父 印贼作父还劝韩随弃子 这样比起来突然觉得吕布很孝顺有没有 毕竟人家也就是被刺了几个义父嘛 不足挂齿 就这样同关之战打起来了 根据资质通鉴 公元211年曹操号称进攻汉中张鲁 并试图让军队经过马超等梁州军阀的领地 我的军队要进入你的地盘 你就说让不让吧 《易周奇旧传》记载 那个时候马超刚刚被刘张拒绝结盟 一时半会也拿不下一手难攻的易周 正想换个小目标 这会又碰上曹操假图灭国 所以这个大战一拍即合 除了韩随和马腾就步 马超还拉上了好几个关中的董卓余部 根据点略凡十步俱返 其中十万进军同关 这一段起兵反曹 应该算是马超的人生巅峰期 根据山阳宫在即在同关之战后期 曹老板曾经说过一句话 马而不死无无葬地 曹操一生当中其实打过很多的败仗 但是差点被打死或者被活捉的次数并不多 人家马超就占其中两个 他在同关将曹操打得割须气袍 后来又在温水之战中逼得曹操脱船避剑 只是战力超强的马超输在了可信度上 马超传记载曹公用假许谋离剑超随 距离这段又进化成了更神乎其神的曹操抹疏 曹操瞅准了马寒之间脆弱的关系挑拨离剑 导致马寒互相猜疑均已大败 在关中地区的返曹活动失败 马超又退回梁州地区 依托老根据地继续返曹 他招募了一些枪湖人马攻下笼上朱郡县 杀了曹操任命的梁州刺史 还自称征锡将军领兵周牧督梁州军事 直到212年忍无可忍的曹操朱未为马腾移三族 马腾终于被他儿子坑死了 周成兄别来无恙 天下的曹贼我死后做厉鬼要娶你的狗命 人质都死了 这下马超更是无路可退 只能将反曹进行到底 但他操作不当 在杀了梁州刺史韦康以后 没有安抚好当地势力 结果被韦康的手下合谋击败 进退失据 梁州政权被曹操分化瓦解以后 失败的马超先去投了汉中张鲁 想借兵反攻梁州 但失败了 等刘备攻一周时 刘章向张鲁求救 张鲁派马超率兵持援 结果马超直接投了刘备 毕竟刘备身为曹操的心腹大患 最不可能相逃 马超是五虎上将当中最后一个归队的 在刘备手下一共是干了七年 对刘备还算是忠心的 他投降以后不久 就帮刘备率兵进攻成都拿下一周 后来在汉中之战时也做出不小贡献 刘备称汉中王的时候 马超身为当时蜀汉群臣中 获得汉朝官方承认的爵位最高的人 还是上表劝劲的群臣之首 不过呢也有很多讨论 说马超在刘备手下不受重视 碌碌无微 我觉得这个吧也不完全 首先 马超生前的名位官爵都很高 根据马超传 刘备称王以后封拜文武百官 马超就是贾捷的左将军 刘备称帝以后 马超又升迁飘济将军领梁周墓 进封台湘侯 名次仅次于集团的创业元老 关羽张飞 而在实际权力上 马超生前最后的实际职务是都邻居 其实这个职务并不小 邻居虽然在当时不算是名城大郡 但关羽贝秦正是在这里 关羽死后 刘备集团完全失去荆州根据地 而邻居作为在江北仅剩不多的几个据点之一 是非常重要的 这既是从晚城方向进攻四川的山路上的咽喉要道 也是连接汉中和上庸的重要咽喉 马超这首邻居也意味着 他可能是刘备计划当中 要参加法无之战的重要将领 只是因为他病逝了才没能参加 而且巴蜀自古多受枪低侵犯骚扰 自带祖传Buff在低枪人中能够吃得开的马超 在这方面应该是能发挥作用的 但是在刘备手下 马超身为西北第一军阀的瑞奇也确实逐渐削减了 他的前科太多 以至于蜀汉臣子对他的信任度有限 只能是夹着尾巴做人 领终时他也只请求刘备 唯有从地带当为威宗血肉之机 身脱陛下余无复言 马腾马超都死了 三国鼎立已成定局 一批地方军阀走向没落 但西凉这个地方确实是出了一大批这样的人 没啥底线做事很辣 战斗力又超强 比如说鞭章汉随之乱 董卓之乱 李绝郭四之乱 还有刚才说的马腾汉随之乱 汉随马超之乱 这些都是梁州人 那么西凉到底为什么会成为谋反圣地呢 我们今天所说的梁州 一般第一反应就是指五威 但是在汉朝的制度下 梁州其实是一个次始步 包括整个河西走廊 像东南一直到今天的兰州一带 西长塞外 再往东南就是关中 河西走廊这片原本是大跃之的珠穆地 匈奴崛起以后 大跃之被迫西迁进入中亚地区 河西走廊就被匈奴占领 修除王时期 匈奴在这里修筑了孤当城和修除城 这个也是这片地区最早的城 到汉武帝时期 汉朝主动进攻匈奴 攻占了河西走廊 先后设立了武威 张业 九泉和敦煌四郡 并且不断地迁入汉人以巩固统治 在这之后呢 这里就形成了汉人和南下富汉的匈奴 杂储的局面 大体上呢 就是汉人建立城市 并在附近墾荒种地 形成一个农业区 而匈奴呢 则在附近的地区游牧 只不过王莽打破了这个局面 导致西汉末期 梁州遭受到很大的冲击 并形成伪消割剧政权 直到刘秀平定全国以后才重新归顺 但是在整个东汉 梁州地区的汉人人口 始终没能恢复到西汉鼎盛期 这个呢 又和西枪部落的崛起和反叛 有着很大的关系了 根据后汉书《西枪传》记载 汉武帝时期 枪人本来已经败退至黄中 大概就是现在的青海湖岩池一带 并且汉朝已经设有护枪校尉了 但汉宣帝时 枪人中的仙灵枪 对前往珠枪视察的汉光露答复说 希望得渡黄水族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 也就是渡过黄水回到以前的地盘 然后重新整点畜牧业 只是这个要求被后将军赵冲国果断拒绝了 除了以为不可听 赵冲国还对枪人不断坍压 导致仙灵难与珠枪大共盟势 频繁的进攻汉朝的边境地区 我数了一下 西汉时期在梁州附近 和枪人之间有十载的大型战争 一共有三次 到了东汉的汉枪之间的拉扯 就更加的严重 往往以后 东汉朝廷在西枪地区 一改蜀国统治为郡县制管理 将枪枪直接纳入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 先后设立了西海 京城 汉阳 陨西等军 这下可不止是不让养牛养羊的矛盾了 枪人或恐总于蚝友之手 或曲折于奴仆之勤 保镖奴隶这些事都得干 不仅要被迫的改变语言习俗 生活上还要受到残酷的压迫 原有的那些牧场田地呢 也被强征 导致枪人的反叛不时发生 整个东汉 汉枪之间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战争 少说得有上百起 几次大规模的枪名起义 更使让东汉朝廷损失惨重 而且由于梁州紧邻关中 枪人的攻击时常导致这片地区动荡不安 所以东汉在应对与枪人冲突的方面 也花费了很大的代价 要说钱 根据后汉书《黄府章》段传 安帝顺帝时期因为诸枪反叛 军队日号千金之资 曾经在21年里花了320多亿钱 如果按照粮食的价格来折算 这相当于现在的七八十亿 要说人 西枪传记载 朝廷的军队常常驰骋东西奔就首尾 住在梁州边境的居民就更惨 几乎只能男的上战场女的做俘虏 发肿鹿子死生涂炭 也就是说梁州人民其实一直生活在一个 汉凶汉枪杂居且矛盾战争经常发生的环境当中 骑射战力超强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再加上东汉朝廷一直缺乏稳定的民族政策来处理汉枪关系 甚至由于枪族的叛乱 还曾经数次有过放弃金城郡放弃梁州的提案 以至于梁州人对朝廷的不信任感日益加深 尤其是在摇摇欲坠的东汉晚期 不少的边地武人就利用起枪人的武装力量 来打怪升级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三国志》里面有记载的 比如说董卓就是少游枪中禁与豪帅相结 而今天所说的马腾马超寒随也是如此 与枪人通婚率枪胡骑兵 并由此成为了历史舞台上曾经备受瞩目的一代军阀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下一期我要和张鲁刘音刘章一起 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哦哦哦哦 下期见啦拜拜 拜拜